字幕提供 各位朋友,歡迎大家來到第七集的《通勝》 我們今天很高興,又有嘉賓 我們先介紹自己,我是Daniel 這位是Jacky Lina 嘉賓就是Lina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講素食 所以我們有一些素食的書 不說了 大家不知道 其實這個Jacky也是 是吃素的 那怎麼那麼尷尬呢 我不知道你要接下來 你也不用那麼尷尬 吃雞很尷尬嗎 什麼尷尬 我很驚訝 是不是 你這樣尷尬就不幸 Lina就好一點 Lina 你吃雞吃了多少年 六年 我猜 可能差不多 那你不夠那麼久了 是 我十歲開始的時候 是 吃了三十年了 什麼三十年了 那你現在來說 介紹一下 其實吃素會吃些什麼呢 吃素會吃些什麼 對不起 我今天聲音有點不太好 因為病了 吃素通常在家裡都是吃多些豆類的製品 其實很多人都說過 如果你吃素 應該吃五種式的豆 我數不齊 其實是黑色 黑豆 黃豆 紅豆 綠豆 還有一種不知道是什麼豆 有比較多的營養 藍豆 沒有藍豆的 黃豆 黃豆 總之要數五種 還有 蔬果類 蔬菜 番茄 蘿蔔都要吃 飯 或者穀物 Lina 呢 我 其實我 我為什麼特地掃顏色 其實都是 很隨心的 即是沒有說一定要吃什麼東西 都沒有什麼的 我又不像要規定自己吃什麼東西 但是就是會吃不同的菜 不同的蔬果 但是 阿托賴 有沒有吃一些硬果 阿托賴 對 我會選擇自己喜歡食物 但我又比較幸運 喜歡食物都相對健康 就滾合了 是的 平常要煮呢 會煮什麼 會不會自己煮東西吃呢 會啊 我以前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都有自己煮東西吃 一定要自己煮東西吃 是的 你通常煮什麼 煮什麼 嗯 開頭呢 嗯 開頭就沒有電飯煲的時候 就煮麵那些多一點 即是那些 可能是中式的麵 炒一下 很快吃蝦子麵 應該不可以的 現在嚴格來說應該就不行的 雖然我不太知道蝦子是什麼味 是的 其實蝦子是什麼味 不知道蝦子的蝦子還是蝦子的蛋 那就是不是素食 炒一下就不是 但是後來就 煮麵後來就多點煮飯 包啊 其實也煮很多東西 即是 我經常煮一些比較西式的意粉 那類的東西 我都有煮意粉 那時候在英國會比較容易找這些材料 是的 是的 但是魚意粉還配些什麼呢 可以有很多東西配的 如果最普通的 可能蕃茄 醬 賣的那些醬 是的 有時候買 有些人很心機自己煮 之後就加一些 可以自己煮嗎 是的 可以自己煮 可以自己煮 只是自己拿蕃茄慢慢硬而已 還有加一些 香草 然後加一些蘑菇 橄欖 菜 芝士 我那時候煮 有一隻意粉 我看到旁邊有一間專門炒意粉的店 煮完之後我就覺得很好吃 然後自己就去煮 加蘑菇菜 然後加蘑菇菜 然後加 好像是加 我忘記了那個醬是不是蕃茄醬 有時候我會加 我也會加那一隻 我忘記了那個綠色的 哦 Basol Pesto 是Pesto 是的 然後炒菜 你真的懂的 我很喜歡研究刺激市場 就是用綠色的 用Basol做的 Pesto 醬就叫Pesto 切蘑菇 香港有沒有 有 不過很貴的 比較貴 是的 除了西餐醬 中菜呢 中菜 譬如我們不是吃齋的 一想起吃齋就想起齋譜 至少我是 想起齋滷味 一種廣東菜 想起一些 最特別的當然是吃那些 扮肉那些 嗯 家裡很少吃的 因為沒有特意去買那些東西 我也是 是的 很簡單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中菜 蒜蓉炒菜 可能也是中菜 哦 這個我也會吃 是的 炒菜 是的 但是我們家裡就不吃蒜蓉 但是你們會不會去沉房那些 沉房 扮肉那些 你才喜歡沉房的 其實 這是一個秘密的嗜好 有喝素會吃的餐廳都會試一下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好不好吃 不然因為它像不像肉的東西 其實本身的味道好不好吃 是的 它懂不懂調味 會不會加太多鹽味精 看看廚藝的問題 是的 看看它捨不捨得用材料的關係 有什麼材料 可能你捨不捨得 放多一些珍台實料去做醬汁 放多一些新鮮的菜 這樣 似乎兩位對於 我覺得Lena對於煮食也好 我也喜歡 也不說很多研究的 是要講心機 是啊 你要快點給它 學一下東西吧 其實昨天去一個朋友家吃飯 其實它是吃得很純素的東西 是Vegan 是Vegan 它是德國人 回來香港探望女朋友 但它是有吃蒜蓉 蒜蓉加洋蔥加柚綿加菠菜和豆腐 其實是想做印度菜的 但類似是一個簡化版的印度菜 有很多味道和醬 很小一點 是啊 很小一點 Mesh 本來是叫菠菜芝士 因為沒有一種芝士 比較難買 所以就用豆腐 印度菜 我正在學習去做 懂得煮印度的便豆湯 不懂得煮很多 買了很多香料 反而慢慢研究 但也會失敗 好 你剛才提到有Vegan和Vegan 有什麼分別呢 我一般香港人都不知道有分別 你說的 其實吃素有很多種 如果是Vegan 最純素就是盡量減 盡量不吃所有動物的製品 包括奶蛋 甚至有些人可能不吃蜜糖之類 有些可能會吃奶品 就叫做Latto Vegetarian 如果又吃蛋 就是Ovo Vegetarian 就是奶蛋素 可能你家裏是否佛教徒 所以就不吃蒜 我不知道是不是 本身不是 但本身也不吃蒜 現在就更加不吃蒜 有些Vegan 有些純素的人都會吃蒜 洋蔥 反而是 最重要是不吃動物的製品 因為覺得動物製品生產的時候 很不人道 對 如果你是佛教 為何不吃蒜 有些洋蔥 還有五種 五辛 都是不吃的 就是因為那幾種植物 或者幾種植物 會傷害你的脾胃 我不太記得哪一種植物 或者哪一種蒜 即是健康問題 他有一個建議 他是說會傷害你的脾胃 還有他會說 如果你吃得多蒜 或者吃得多什麼 那你有口氣的時候 可能菩薩會走遠一點 對 菩薩不喜歡那些味道 對 他有一種味道 對 亦都會說 可能你會乾火性 對 還有你個人可能會脾氣暴躁 吃完之後 噢我脾氣暴躁 對 這個可能有些佛教上的性情問題 對 的理由 但是除了 現在說到這裡 分了不同類型的素食 或者我們下一次回來 就可以說一下 我們平時 其實你們也試過 可能你告訴別人你吃素 那些人就會說 你吃素的 會有奇異目光 那我問完 尤其是你 經常問我 我經常問完 我經常問完 那些問題 吃不吃得這樣 吃不吃得那樣 再不然就問你 為何要吃素 就是 有些人比較善意 有些人比較惡意 那我們下一次回來 就可以再談一下 吃素的人 在香港遇到什麼問題